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位藏在库库外表下的第一夫人周美清 她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她的父亲周兆贵是航运界知名的船长 1949年大撤退的那一年 周美清的父亲人还在上海 母亲一个人拎着两个子女从上海逃到了香港 周兆贵随后赶到 在1952年这个冬天周美清在香港出生了 隔年1953年周兆贵带着一家人来到了台湾 当年台湾的公务员的月薪只有200块钱 周兆贵当商船的船长 月薪加上奖金可以攒到4万台币 是一般公务员的200倍 尽管家庆非常的富裕 不过一路上在颠沛流离当中讨生活的经验 让周家人都明白 钱财乃是身外之物 这样子的家庭教育 也造就了今天简朴的周美清 我们首先来看资恩记者傅嘉庆 林景谈的报道 天那么黑 风那么大 爸爸捕云去 为什么还不回家 青黄风不逃 真叫我们害怕 盯着课本上的白纸黑字 听着身旁同学一贯大声的朗读课文 同学们读来是那样子标准异扬顿挫 教室的角落却有一个小女生 她的心情跟着音调起起落落 爸爸爸爸 我们的心里多么鲜花 出去以前可能三年两年不回来都不一定 家里几年不见面的人多难 这可能跟她的个性比较不会是那种talkive 在一个场合就长袖善武 然后大处找人social 她不是那样个性 跟爸爸常常都不在家可能也有关系 时间回到了1960年代 台北市和平东路的再兴小学 船长家的女儿周美清 她读到了这篇课文 不免想到那天摸摸自己额头 转身说再见的背影 很多在海上工作人 他小孩出生的时候 他根本不在家的 不在家的 是吧 你能过一段时间回来 小孩很大了 这个什么人啊 那天才踏出家门 跟自己说再见的父亲 如今已经踏在惊涛骇浪的海水上了 对每一个船长家庭来说 最担心的莫过于是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跑船有风险 爸爸后面就不回来了 虽然他的薪水很高 那妈妈一个人带四个小孩 他传递给他的就是 等待 坚韧 所以周美清 他不讲话 也就是这两个特质的发挥 周美清就是在这样一个父亲长年不在 靠着母亲撑起家计的 类单亲家庭长大的女孩 养成他坚强独立 谨慎低调的个性 他不会去做不等待的事情 比如说我现在要等公车的我要插队 不会 他等待 他宁可没有这时候站的没关系 然后坚忍 面对媒体那么多 他就是可以不要讲话 他不会毛躁不会坚忍 那爸爸不在家的时候 他觉得是妈妈 然后不确定感也让他知道说 他不喜欢对不认识的人开口说话 周美清的父亲周兆贵 毕业于中国近代航海教育的最高学府 上海无雄商船学校 在毕业之后 周兆贵进入了当年最大的航运部门 轮船招商局 当时正是对于抗战时期 风火连天 招商局当时拥有全国最多 也最精良的商船 从抗战到国共内战 都被征调做特殊任务 蒋介石密运黄金来台的汉明轮 也是招商局旗下的船只 不到30岁就当上船长的周兆贵 跑过海内外多趟的任务 最提心吊胆的 恐怕是1949年大撤退的那一次 他跟马英九都是 两个家庭都很像 就是爸爸妈妈 在生他们之前都在逃难 然后呢 他跟马英九呢 都是在逃难过程中 在香港出生 1949风云变色时 周美清的父亲人还在外跑船 妻子乔新珍 顾不得一家之主不在身旁 自找门路拎着周美清的哥哥和姐姐 从上海一路逃到了香港 周兆贵十万伙计 加速前进 辗转才赶到了香港 和妻子儿女会合 那一年周美清还没出生呢 1952年 周美清在香港出生 1953年 全家人逃到了台湾 当时台湾根本没有航运员才 这批上海无宗商船学校的学长学弟们 着手建立台湾的航运基础 把持了全台航运大权 船长应该是 美金可能有一千块钱 就那个时候台币就是四五万 1950年代公务员的月薪只有200台币 等于是周美清父亲工作一个月 别人要工作16年 那时候船长 船长很多住在这个永和那个 那叫住林路那个附近 那时候他们一年买一栋房子 听说他妈妈是蛮能够跟人家社交的 而且打扮啊 因为有钱嘛 听说也是蛮那个的 那我想也是很积极的介入那种 比如说希望能够介入上游社会的那种 要不然他不可能送他的女儿去 去念在新小学 随着航海业大萧条 周朝贵下船 不当船长 转而到如今台北市复兴南路 这间中华海市鉴定社 担任总检定师 之后他自己创业 成立了正宗检定领算公司 负责海运 运量计算 以及事故鉴定 五 五 民国五十七年 平常在这里 这一本 这是第二本 找到了 有 有 有 来 来到了中华民国船长工会 周朝贵担任过 工会的第六届理事 大家都还相当有印象 但要找出跟周老船长有关的文件照片 资政员工说 周老先生相当地低调 不是不见了 而是几乎没有 为什么有写机密两个字啊 早年的是比较多 那时候机密 那个是不对的 仔细看看周家当年登记的住址 是如今餐厅群聚的台北市中校东路 四段二一六巷 其他的名册当中登记的住址 有的在台北市建国南路 有的在开封街 周家的富有 由此可见 不过周家人却反而是越不铺张 有人就是想说 那个周美兴的父亲过世 能够交给他的一场其实是上议员 那你说在这么一个富足家庭 不愁吃穿的家庭长大 他自律甚严 甚至有奔计 然后平民化 那个时候他是市长 是市长的情况之下 他的岳母过世了 用最小的听 这就是周家人的个性 我现在想要告诉你 这是周家人的个性 可是他后来读了贵族学校 念了北英女 后来出国 他也没有任何说 因为我出生贵族学校 我就沾染了一些那个疗气 我觉得是这个也没有看到 因为他们对这个校园比我还熟 这年轻的老师都才来三年 他们很多熟门熟路 比我们还懂 那如果老师没有两把刷子 是照不住他们的 周美清国产导师 吴世宇一说到的周美清 印象最深刻的是 这是一个相当活泼外向的女孩 跟现在酷酷嫂的形象 实在是差很大 周美清一路从 在新幼稚园念到了国中 吴老师形容 当年他才刚从师大毕业 一个24岁的年轻女老师 出来任教 也不得不跟这位学姐 来过过招 他会逗的男老师 比如说讲一个什么 小小的笑话 男老师会脸红耳赤 年轻的男老师 会不好意思 可是他们笑得很高兴这样子 逗得老师 老师嫩嘛 周阿姨你也会被老师罚喔 对 对 为什么被老师罚呢 不是因为不守校规啊 哦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老师叫张天记 就是天气的天 记就是一个马字边 一个北 田 共 那那个老师写字写得很慢 他教音乐 他进教室就自我介绍 就写他的名字在黑板上 他写一个字 中美清就念一个字 张 他写得很慢 天 这边写一个马字边 他就说马 左边还没写完 他就粪 从此那个老师的外号就叫马粪 一直到这个老师的孩子念在心的时候 叫小马粪 很好笑 那个外号就是周美清取的 吴老师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打破按身高排座位的惯例 把高人一等的周美清 调到了前排座位 就坐在自己的身旁就进管教 那我上课我要站到前面去 我就把他调到前面来坐 跟人家换换位置 让他坐在我附近 他比较收敛一点 比较好一点 因为我比较顽皮 在上数学课的时候 我要坐到第一排去 这样呢 我除了专心听讲 就没有办法行风作浪 我说 人家问我都跟他讲说 周美清其实很外向 他说就是嘛 只有老师知道 外界说您是省话一姐 您怎么样看待 那我现在就不能讲话了 可是他很活泼 非常外向的一个孩子 看不出来 你知道我 可是他最了不起的 我就觉得 他不忘本 像 以前他念正大的时候 一头长发 那常常过这边 就会进来找我 今年教师节 我第一个接到学生电话 就是他 周美清 我吓了一跳 我说哇 你这么忙 还记得给老师电话 因为他知道 我今年退休 他特别打一电话 来跟吴老师 他只要叫一声吴老师 我就知道周美清 他都能够了解老师的心 我虽然对他们很严格 可是他知道说 老师是爱他们的 他出山的时候住校 他们住校 那时候射间 是修女 那他们应该是早上 不知道六点钟起床吧 可是他们想早点起来念书 所以我都早上 骑脚号车到学校 叫他们起来 那一天我还记得 因为我的工作是招待 所以他从进校门 我都不在 所以后来到那个会场的时候 我就走到前面去 他说老师你到哪里去了 我说我在招待啊 老师你坐这里 其实前面都是来宾 贵宾的座位 哪里有我的座位啊 后来董事长看到他这样讲 就说你坐下 董事长就把他的座位叫我坐下 他坐别的地方去 我后来才知道 他上台讲话 他要跟老师敬礼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教导我 教导我的孩子 谢谢 谢谢老师 我们谢谢周美清学姐 那就是我啦 然后他起来跟我敬礼 我也站起来给他回礼 我才知道他要准备给老师敬礼 我太安慰了 真的 我真的以他为荣 真的 真的 他尤其 尤其不会忘记老师这一点 不是做表面 不是说要竞选了 我给老师打电话 不是这样 所以我真的在电视看到他 还少 我接触到他 不管是电话也好 一张卡片也好 一句问候也好 比那电视上多多了 所以虽然我在在新 毕业了四十几年 但是在感情上 在生活上 其实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在新 如果说是今天社会上 大家对我有一点点 正面的评价 也都是在新给过的 2008年 马英九当选总统的这个晚上 竞选总部的角落 有一个画面 看起来很突兀 他所有人都在狂欢 都在庆祝的时候 周美清 他却一个人坐在角落 默默地看书 因为他明白 他的丈夫从这天开始 就是属于2300万人的 而事实上 周美清早有觉悟 这是身为政治人物的另外一半 必须要做好的心理准备 更何况 他的先生是马英九 长得又特别的俊帅 从政之后 人气一路的飘升 据说周美清 在生马云中的时候 医院的护士一看到马英九来了 就忙着要马英九签名合照 所以周美清曾经说过 马英九在家里 其实是可有可无的 因为他已经把这个男人捐出去了 家里头没男人 他只好自己变成男人了 当年妈妈带着哥哥姐姐 一路从上海逃难到了香港 古代复职 扛起了家计 而今天的周美清 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他一头短发一脸的树颜 简单的T恤配上一条牛仔裤 每天早上七点钟 先送女儿去上学 自己再赶去上班 下班之后要照顾女儿还有公婆 这是一个女人 成全一个家庭 背后默默付出的努力 我们继续来看 自然记者傅嘉庆 林景潭的报道 2002年的这一晚过后 周美清身旁的这一匹马 果然饱餐了一顿 他以87万票高票当选的首都市长 六年后 马英九在吃下了 765万票当上了总统 在胜选的那一刻 竞选总部的角落 有一个人特别冷静 就坐在那个 跑来跑去的那个 走到的中间那个沙发上 坐的角落 一个人坐在那边在看东西 我本来想说 这谁啊 瘦瘦的 还看仰眼的时候 他抬起头来跟我笑了一下 我一看 哇 原来是周美清 我们说他酷 那个酷也许是酷 酷在这里吧 即使那么欢乐 即使他先生打赢了 那场艰苦的选战 成为了中华民国的总统 他还是表示一副 就是OK 那又怎样 众人皆乐 唯独周美清很冷静 先生当选的总统 他当然高兴 只是他更明白 周美清啊 周美清 从今天以后 你得在睡前留一盏灯 给那一位比从前 更晚回家的家人 我还记得 以前这个马云九 选市长的时候 那朱孝来跟他讲说 哦 万一选不上怎么办 他说 选不上最好 真的选不上这个 这个先生就是他的 选上的先生就是大家的 先生不是自己一个人的 周美清一路上都在调试 接下来请看看 史上周美清 第一次受访的画面 缺点啊 他实在是 所有这个先生有的缺点 他统统都有 那一年 马云九选市长 周美清第一次面对镜头 之后市长选举的辩论 周美清再度地面对镜头 这个分数嘛 我想还是回家再告诉他好了 我现在讲的话呢 对他来讲 这个打批 对对对 这使得周美清 面对镜头还会多说一些话 后来马云九当选的市长 周美清不曾主动受罚 但仍摆脱不了外界的关心 请注意接下来这一段原因同线 刚刚已经做了很多了嘛 对 后面OK了 那就跟大家回个手好不好 谢谢 谢谢 各位回个手说谢谢大家关心 那这样我们就马上就追求 谢谢了 谢谢 两年后马云九因为特别费 被起诉了 周美清免不了被卫医生 夫人也相信丈夫的清白吗 又过了两年 马云九特别费案 获判不罪来当选总统 但选后第一个星期一上班日 新闻焦点不在先生 而是他要不要该不该继续上班 他并不是要搭公车上班给你看 他已经那样做很久了 但是他觉得他没有必要 因为先生当选总统了 我就要改变 我就要换黑头车 我就要不要上班 可是他最后还是选择屈服 因为他知道每天 那个公车上面有一半的乘客都是记者 打扰了同样路线的乘客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得出来 他的不自在 他总是皱着眉头 然后好像不晓得怎么去 甩脱这些讨厌的东西 从市长夫人到总统夫人 周美清面对镜头 从说一段话到说一句话 再到不说话 记者能够截取的描述越来越少 被镜头捕捉到的笑容也越来越少 渐渐地大家称他是酷酷嫂 到后来渐渐渐渐 他也习惯 他生活里面就是有这个部分 躲也躲不掉 所以他开始微笑 不哭 我不觉得他酷 对 但是外面只是因为他不愿意说 人家访问他说 他就回答什么 他不要 他不愿意成为焦点 不愿意成为新闻 不愿意因为他的一句话又怎么样 而吃铁人为什么这么瘦 这就不好咬了 周美清还特别帮媒体准备一份 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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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那么辛苦 对不对 如影随形 所以赶快把东西都买好给你们 舔你们的嘴 他是我们中华民国史上第一个无法探知行程跟回应的总统夫人 在过去的三年多快四年的期间 没有总统夫人办公室 没有总统夫人行程发布 也没有总统夫人的新闻稿 其实不是不会不习惯 只是对于我自己不是比较喜欢 就是说注意自己的自由 你上了媒体以后就比较没有自由 只是这一点而已 我不知道不是不习惯 你说他没有委屈 但是这辈子他帮马英九委屈的事情 maybe他很甘愿 因为人跟人 我们台湾话讲说 就是你刚才讲的互补其实也是这一点 其实马英九一个没有周美清 他就不会是今天的马英九 他跟周美清也在开车旅行的时候 有一次看到那个一家商店 或是树上面挂一个招牌 他们就看到那个是 Cold Beer 就是冰啤酒 然后周美清他看错了 他就说是Golden 那个贝尔 就是说啊 这边有熊 其实我觉得他最能吸引马英九的可能就是他的优秘 他在家里真的 他讲话真的很有趣的 用毛笔写在纸上 等于是用这种面对面 那时候周美清也在忙他的事情 他就在他桌子 纽约大学的这个桌子 研究所桌子 坐下来给他那一个 他说事到如今 这个恐须塑定 勿在犹豫 嫁给我吧 那个时候在这个 Cambridge有一个中国餐馆 叫做故乡 故乡小吃 他去做代位的工作 他还在图书馆 捡拆 同时也在 哈佛法学院做研究助理 大概那个时候差不多三个工作 帮助我完成学业 所以我非常感激他 也有人说 因为周美清没有生到儿子 所以是不是 他们的婆媳的关系 会很不好 马赫玲在生前曾经跟我讲过 他最觉得 骄傲的就是有这个媳妇 他觉得 这一个 马英九娶来的这个老婆 帮马英九在他的这个 政治舞台上面 完全不扣分 又可以让他无后顾之忧 现在我们台湾 在看周美清除了 觉得他很酷之外 其实也有人觉得 好像还蛮男性化的 怎么都对啊 没有什么女性 没有长裙 没有化妆 对不对 没有珠宝 他以前真的不是这样 你们不能想象 他以前什么样 梳那个法拉头 以前不是那种头 有没有 这边卷卷的 那个Sara Fasay 他知道媒体七点 就到市长官邸 楼下去等了 买久上班了 所以他只好提前 六点半就出门 他女儿要上音乐 他带着大提前小提前 然后把女儿 送到了北韵女之后呢 再去南京农路 他上班的银行附近 去路边找路边的停车 隔的空位去停 他要跟大家抢停车位啊 他是一个 抢停车位的市长夫人 所以这时候 他当然就是穿牛仔裤 当然就是穿球鞋 当然就是没有 这个富士脂粉 没有首饰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为什么会穿一个牛仔 夹克穿一个牛仔裤 怎么这么男人味 因为那样子 对他来讲的生活是最方便的 那他是穿牛仔裤 去银行上班吗 他是银行的处长 他是一个相当高的职务 法务处的处长 他的银行里面 有衣服可以换的 我觉得是这些年 结婚以后这些年 就是说马英九专心事业 他也顾他的事业 忽视掉这些 然后他也不去很多场合 所以他也不需要打扮成那样 他也不跟人家比较 所以他也不觉得 他需要跟人 像其他官妇人穿成那样 30年的风推雨打 让一个女人的青春越来越泛黄 造就了整边人的人气越来越高 生第二个 马元忠 他送到医院去 要生之前马英九赶来了 那个护士就涌着马英九 好像看到偶像一样 那周美心就觉得说 到底是你生还我生啊 马英九从来都不是偶像 他也永远不会是我的偶像 我想世民如果要选一位市长 他是会看这个市长 他的人格 会看他以前的政绩 我想不会因为他是不是偶像 嫁给那样一个先生 一个万人迷 你有时候 就是说会受冷落的感觉 很多人是受不了的 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他忍不忍过来的 他对他周围或者是身边的人 从来不是会非常去体贴别人 或者是关心别人 照顾别人 他在人情事故上 他绝对不是一个周到的人 谢谢你们大家这么多年来给他的支持 谢谢你们大家的付出 尤其要谢谢你们对他的宽容 谢谢你们大家 祝你们大家情人节快乐 谢谢 马英九享吻太太 却被周美心用手直接压倒 向群众鞠躬 所以他一路都被人家照顾 他不懂得去关心别人 所以周美心那天讲的 就是他自己每天生活的感受 他的感受就是那样 那马英九是需要被照顾 就像那天双十节那杯水 明明椅子底下已经有水 干嘛还要跟人要一杯 总统尴尬不知所措 只好信信然 插上吸管递给老婆大人 老婆还是不给面子 我太太跟我讲的时候 一直笑我跟我太太说 那不就很像我在面前的处境吗 对 也让你看到了说 这个第一夫人 在家里面也是一个第一夫人 你看像他国庆典礼 他水的问题浪费 吃这个国宴吃红豆饼的时候 张嘴巴很大不好看 他也是当下就会跟他讲的 他不会故意去维持之后 因为我老公是总统 所以我要给他面子 所以他一直都在做一个 帮马英九微调的工作 我就想知道 他们怎么把这些石头粘起来 我们有时候 中国人用 莫米拉奥顿条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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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总统要分享看玛雅文化古迹心得 却惨遭夫人周美清吐槽 我刚开始不知道什么叫三秒焦 没有 我那个场合 这个其实我现在还一直在想 这个 你们也可以提供一些答案吗 三秒焦的意思有两个 第一个是无厘头的回答 记得问他说 这个石阶怎么粘的 是用糯米拉 第二个呢 三秒焦 嘴巴封起来 当总统的不要随便对这种 这种有的没有的事情发表 谈话跟判法 三秒焦 周美清自己就是三秒焦 马英九在镜头前 总是一副 PTT帕太太的形象 来看看2006年 当年马英九出访美国的漏网镜头 有眼见的记者发现 在马英九封衣上 好像有着一抹臀印 请注意马英九和幕僚们的反应 回顾这些年来 周美清和马英九两个人在镜头前的互动 马英九总是比较主动 我好想你啊 而周美清在镜头前 说到这位万人迷的丈夫 往往比较严肃 比较被动 对他来说 For all these years 我永远是他最忠诚的反对党 爱在心里 口未必要开 周美清对爱这两次 还是一贯的行动派 用最低调的方式晒恩派 I understand Just how you feel You want for me 这个六年前已经示范 收了两支马小九 现在这个感情也相当的不错 那么我唯一感到不满意的 这个我太太喜欢她 超不喜欢我 我们那个年代都不流行求婚啊 你这样真的是 你骗术实在太高明了 他也没求婚 然后这么好的男人到手 快教我们一下 他好吗 I understan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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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特别喜欢听这首歌啊 风真的真有特别的意义吗 我太太喜欢听 你看 您看看 男人就是应该要这样啊 好不好 他有他很真的一面 就是说即便你的问题是从马英九 看起来像很单身 在政坛上行踪 周美青不愿意靠在他身旁 到后来真的 传出外界 一再揣测的 或者一再的谣传的那个事情的时候 他是 孝导的那种感觉 他能够 欣赏我的优点 包容我的缺点 同时也提醒 我的盲点 那当然马英九会觉得说 不平等不平等 我比较低哦 事实上 那只是玩笑话 如果他不是那么尊重他 如果他不是那么欣赏他 如果不是那么支持他 他怎么会啃在他身边 然后好好把这个家称了救 所以马英九他的手上 有一个手表 是周美青的爸爸周照会 在他们结婚的时候 送给马英九 那个手表他已经戴了 从1970年代 戴了三十几年了 坏过很多次 他都坚持要去修 因为那是岳父给他 嫁女人给他 收给他的人的礼物 到今天 我在跟你们谈话的东西 马英九还戴着这个手表 小青跟我结婚之后 这样子持家 可以说非常的辛苦 做一个公众人物的太太 往往有许多 别人无法了解的问题跟痛苦 您其实都知道 但是一直给他最大的支持 这是让我 由衷的感动 结婚那年 你送我的这只手表 我一直戴到今天 这是我最喜欢的 也是我认为 最好的一只手表 爸爸 你好走 希望我们来生再见 马英九当选总统 周美卿被迫辞去的工作 要专心当一个第一夫人 而这位第一夫人 投身公益 她从来不发新闻稿的 也不公布自己的行程 记者还得从周边的组织 去打听哪一场活动 又邀请夫人出席 而就算被媒体给找到了 周美卿 她也很少对着镜头说话 久而久之 记者们就给周美卿 哭哭扫这个封号了 因为她真的很哭 但这是一种有温度的哭 这三年来 周美卿升跟民间 累积了一股超越蓝绿的力量 树立了不流口水 少说多做的新价值 我们继续来看 资恩记者福嘉庆 林景坦的报道 我跟他一只好像看到救星鱼 同样是看事发发水在灾民 马英九被批评 高高在上 鞠躬还要独秒 而周美卿则是直接来一个大拥抱 紧握住双手 那温度让周美卿知道 明星的象背 在这三年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 可不可以拜托你 求求你 帮我们发生一下 赶快把那些东西处理掉 每一个议题在延烧的过程当中 他就听到别人在谈 他就过去说为什么 基层反应得这么激烈 而且是反对声浪 他超过关心说马英九知不知道 周美卿用女性的柔情 为马英九筑起民怨的防火墙 默默实践先生对人民所说的 苦民所苦 小小的梦想的改变世界 我就跟他讲说 你住在关顶会不会很寂寞啊 他说不会 我比退休以前还忙 你们有没有别人今天要写日记的 我已经写完了 昨天就把今天的日记都写完了 是不是 我是说那你身体好不好 啊也常常这里痛那你那里痛啊 那你要注意自己身体啊 鞋子 全油看鞋子 周美清在适应第一夫人这头衔 少说多做树立了新的价值 让自己的影响力无声胜有声 送女儿回美国第一夫人周美清 穿着黑底烫金的T恤现身 而这寥寥几笔 可是出自书法家董阳兹女士的手笔 如果她对着镜头告诉人家说 我们要支持原住民国小朋友 大家可能反而 新闻上不会有这个标题也不会用 对不对 可是你讲她穿董阳兹的书法的衣服 大家知道 大家关心董阳兹 我们还要去做好几条谁是董阳兹 对不对 她带了都兰国小的书包 全部人要去问 所以说跟不说 有时候不说的传播的力量 反而比说还更强 美清小姐接到是一位台南市的朋友 我们来听听看 要邮局划播还是要信用卡 邮局划播 她某种程度她懂得 她的角色可以带来什么样的附加价值 而这个价值不是金钱的 这个附加价值是造成一个风潮 可以再回归于弱势团体或是做公益的 或是传扬我们台湾文化特有的 所以你看到她的那个花曲 你又看到她的客家的那个布料 花布 你可以看到说都兰书包 你可以看到她所有的这个物品 可能都是要易住都兰的一个弱势的贫童 尤其她身上这一件大大Double L图案T恤 相当抢业 其实这款T恤大有来头 是艺人黑人和范伟奇投入love life 珍爱生命永不放弃的公益T恤 我真的很激动 我看的时候我起鸡皮疙瘩 夫人要买 但我说我送她没关系 她说不要 她坚持要买 她不喜欢在媒体前讲话 她喜欢多做 而且她也期许媒体应该从她做的事情来观察她 而不是从她讲的话去了解她 你看她有时候在一些场合有印象深刻 她就去了 她不讲话 她基本上就是合一手 不讲话 那就表示说她自己知道 在这种场合里面如果你讲的话 人家在如理心意讲一些话 然后别人就如理心意给你掌声 就是很魅俗 那你干脆不要讲话 对不对 我只是告诉大家说 我来 我支持这个活动 我支持这个人 我支持这个现象 那 够了 周美心走进了公义 让公义走出去 她冷静而不冷酷 酷酷嫂的酷 酷得有一种温度 第二种温度 然后她我们在第一种温度 我来整个温度 都要做一个温度 也要洗进水吧 丸范感没有滴脆了 还没有滴脆了 你来 你来 干什么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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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美清没有参选 倒是有媒体 在今年十月 做了一份象征性的民调 如果周美清参选总统 有47%的民众 会把这神圣的一票投给他 远远高于蔡英文 和自己的丈夫马英九 不乱讲话 然后他也不出入股市 不瞧人事 不尽出权力的漩涡 所以其实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都会觉得 如果周美清出来 帮马英九复权的话 很大的杀伤力跟影响力 因为台湾民众认同他这样的做法 他一出来拜票 我就觉得民众的反应 印象都非常好 因为他真的一个一个手握 而且90度的鞠躬 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南英很多人就说 如果要搞选举 就问一下一句 你要不要换第一夫人 对不对 但是这个第一夫人 要不要换是附带 你这种种给人家的印象是什么 而这些受过周美清的恩惠 或者是说 了解周美清这样做 而且觉得他这样做很好的人 他是不是进而也会因为认同周美清 而支持马英九 答案应该是肯定你 因为他们也告诉我说 他虽然去棒球场看棒球 但是竹勇他的情况 跟当年刚当选的时候是不一样 所以你刚刚说 他现在出来助选 威力会不会像当年 我们有待检验 所以他非常的消极 也非常哀怨讲说 如果重来一次 他不结婚 小伤了一下马英九 但是他希望保全自己 这可能是他 潜意识非常深沉的一个想法 天有多长地有多久 天真的你曾入了我梦 放出去的风筝 总有飞回来的时候 但那一天会是何年何月呢 马英九连任也好 不连任也罢 只有周美清最能够体会 胭脂非腐 2012年总统大选的 第一场电视辩论会 周美清陪着马英九一块出席 大家马上发现了 周美清 他好像又穿一样的衣服 这一套跟2008年 马英九和谢长廷电视辩论的时候 穿的一模一样的咖啡色外套 这就是周美清啊 周美清他穿同一件衣服亮相 已经不是新闻了 当然有掌声也有虚声 不过周美清 他就是这样子特立独行 他坚持做自己 他做了以往第一夫人 不敢做的事情 他也不会去做那些 传统官夫人会做的事情 周美清 他不穿进带银 他不擦针抹粉 据说早年有些官场人物 还以为马英九是单身 因为他们从来没看过 周美清会出现在任何 官夫人会出现的场合 而在成为第一夫人之后 周美清他没有改变 我们继续来看 自身记者傅嘉庆 林景坦的报道 去年10月10号 周美清已经穿过 今年的国庆大典 第一夫人又穿了亮相 这是所有的女人的迷思 就是我们千万不能让人家看到 我们这些自以为自己是新女性的女性呢 跟他一笔发现说那才是新的 那才是比我们 就是发现自己还其实还蛮传统的 跟他一笔叫 原来我是传统的啊 天啊 连百年国庆都穿同一套衣服 就不能理解 为何出生富裕家庭的周美清 却是一个名牌绝缘体 老式T恤 牛仔裤 给人一种受不了的裤 我认为他那个是一种高调的抗议 他用服装来展现说 我为什么要随波逐流 我为什么要照外界的框架 跟外界的眼光来装扮自己 就是不想被关在 关恩夫人的刻板印象里 周美清他一脚踢开 关恩夫人这三个字的官僚气息 复联会是国民党 关恩夫人一个传统的聚集地 可是连这种场合 周美清都不去 他不来往到什么程度 就是马英九跟吴登英要宣布竞选的时候 妇女后援会成立 然后那些人坐在下面 就是看不到周美清 大家就说 我们是在帮他先生助选 他人呢 朱淑贤曾经说 就是萧万丈夫人曾经说 他本来想打个电话给周美清 问一下他要穿什么颜色 两个搭配一下 我们说最好你不要打好了 你反太不理你 那所以后来朱淑贤 也就不敢 就是你讲的 他也不敢做得很花俏 就穿了一件旧的衣服 就会很辛苦 因为第一夫人是这个样子 你也不能跟他说 你要穿什么 我可以搭配一下 没有 你就得自己很良 在三十年前 他不是总统夫人 他只不过是 马英九的太太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的 所以我说这是个性跟家教室 并不是因为说 因为我是总统夫人 因为有吴淑贞的例子 所以我要特别的 不要跟媒体接触 我第一次回国的时候 马英九当国民党副秘书长的时候 我第一次见到马英九跟周美清 那那个时候正好办大卫魔术 到台湾来表演 谁就回了他一句说 我看你是想把周美清变不见了 结果 大家就哄堂大笑 你知道马英九就把脸偷红 然后周美清坐在旁边 无动于衷 我觉得他不是因为要避嫌 他是完全处于他的本性 他不喜欢交际以臭 是本性 而不是故意要把自己变成这样 不是 那比如说外面不知道他的活泼 并不是他故意装得不活泼 不是 而是你没有发现 他像一个很少讲话的传统女人 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传统女人 所以他就是 就是做 做自己说来容易 做起来却很困难 但周美清就是坚持这样子做 而这不就是每个人心底 想做却不一定做得到的那种自由吗 周美清让百姓在他身上 找到一种 跟我很相像的投射作用 他是上班族 其他人都不是 所以上班族会喜欢他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我刚才讲的这些人 从这个蒋宋美林 蒋方良 曾文慧 吴淑珍 这四个人都是总统的太太 他是总统的附属品 我想有一个这样的总统 有这样的富人 你不感觉说国家很幸福吗 张宏敬跟我们很幸福吗 因为他在马英九当总统之前 他在台湾工作了27年 他从职员干到处长 他搭公车上班 所以所有跟他一样生活经验的人 会认同他 因为他跟我一样 我觉得他很酷 我喜欢他 因为他比较不会注重于打扮 就变成说 我不会说有些关顾人比较会打扮 我觉得他不会 蛮像我们平常人 他当然会以夫为荣 但是绝对不会全部以夫为尊 我们的周美清女士 至少在这点上证明了一个 一个第一夫人的自由是什么 他可以不去做过去第一夫人 非做不可的工作 但他也可以做过去第一夫人 做不到的事情 他不会被第一夫人 被官夫人这个形象 把他拉着走 反而使得官夫人 或第一夫人的形象 增添了更多的现代女性的特色 这就为什么说 你从某个角度来说 也许马总统在施政上面 的确遭遇到一些瓶颈 可是周美清女士从来没有 她一直保持很高的 大家对她的好奇 那大家对她酷的尊敬 是因为她本来就这样 周美清向来不失脂粉 不擦隔离霜 让人看见她脸上 竟是和大家一样的岁月风霜 史上最不像夫人的夫人 反而最服人 采访完周美清的故事 记者傅家庆 用一句话来形容周美清 我觉得非常地精准 也非常地团神 她说 最不夫人的夫人 最服人 您觉得呢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台湾启示录 我说明镶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